好 客家歌謠交流觀摩賽 東區大賽9號在花蓮縣客家文化會館 演藝堂盛大的登場 那麼這一次集結了一花東39隻的隊伍 共同熱情高歌演出 參賽隊伍站上舞台 帶來一首首優美的客家歌謠 不管是在歌曲的準備或是服裝打扮 全都是經過嚴密設計 就是希望能在眾多隊伍中脫穎而出 客家歌謠交流觀摩賽東區大賽 這次總共集結一花東39隻隊伍 9號在花蓮縣客家文化會館演藝堂 盛大舉行 而比賽結果最終是由 華蓮基督教女青年會婦女合唱團 勇奪特優 拿下一年一度客家歌謠東區大賽第一名 我們今天辦這樣的一個客家歌謠的交流觀摩賽 無非是希望透過唱歌來傳唱我們的客家話之外 也可以認識我們的歌詞的內涵文化在內 同時我們也期待就是說在練習建唱 跟大家交流的時候能夠用客家話來做一個溝通 那因為我們希望從家庭學校在社區都有機會來聽到客家話 范佐明表示 客委會在過去20年來從家庭著手推廣 表揚客與家庭 在學校方面則推動老師教導孩子學習 不過他更期待的是大家在日常生活中 也能多多利用客家話來做溝通才是傳承最主要的目的 也透過活動辦理 讓年輕一代持續傳唱客家歌謠 永續客家文化 記者 許立芹 吉安相報導